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宴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的就感冒了 然后就是打喷气 流鼻气 喝点也喝啤酒 但是又不敢吃药 之前在家里面备了一个中层药 它是治合颅痛的 我只能先喝一包 然后看有没有较别 哎 宝贝你不能喝哈 妈妈喝 只能先喝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因为实在是不够了 你看我这个汗水一会儿又很热 一会儿又很冷 就是那种负冷负热 特别特别的难受 我先把这个喝了吧 我喝药 宝贝他要喝 他以为这个是糖水 这个不能喝宝贝 你不能喝哈 你感冒好了哈 把碗拿进去放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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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碗拿进去放哈 把这个碗拿进去放哈 然后一直好不了 伯伯也一直在吃感冒的中层药 但是中层药的话 效果就会比较慢 现在还没好 我喝了一包这个轻火的 看谁呀嘛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 就怀孕期也不能吃药嘛 也还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土方法呀 这种可以给我建议一下 我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确实感冒太难受了 你看我这个汗水现在都是一颗一颗的低 哎你不能吃你看嘛 他我吃什么他都要吃的 这是我怀孕以来第一次感冒 之前的话其实都特别的注意 因为怀孕六个月了嘛 平时都有加减衣服啊 这些都有注意 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办 可能是病毒感染吧 最近就是从之前夏天 然后就是从那个三十多度直接到 二十多度的样子嘛 它就有变化比较大 所以可能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啊 牛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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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哥